7月23日,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记者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动态 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嘎子哥谢孟伟穿着红色爱心马甲的身影在物资车前忙碌 并且在物资车上还可以看见嘎子谢孟伟爱心,支援河南互助物资 从北京来到了河南贺币 嘎子哥累不累呀? 一点都不累 我是从拍摄现场收工之后,卸了装立马就出发了 然后这只放下水,放下水,车方便面,喝面包 对啊,您说不累,但是其实小力能够理解你们想从凌晨一点钟开车没带鞋的 今天早上七点钟就来到了河南省贺币市军县 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好,在意思维嘎子的点赞 中国心,万力行,国家加油 谢孟伟的低调现身河南贺币这一举动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网友纷纷到这条动态下评论,对谢孟伟的这一做法点赞 也有河南同乡的网友对他的做法表示感谢 昨天,谢孟伟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捐款的记录 称会进自己的绵薄之力 但是却在网友最关心的数额上打上了马赛克 因此遭到了网友的吐槽 很多人评论称谢孟伟只捐了三位数 更有甚者说捐了十元 谢孟伟最近还深陷作秀风波 视频里,谢孟伟坐着豪车准备参观某地 无意发现了一位晕倒的老人,并且帮助了他 这个行为却被说成了是作秀,炒作 不过,谢孟伟对于作秀的争议并没有做出更多解释 而是一直在为新戏做准备 许久未接新戏的他在筹备一部新的电影 他将饰演一位拳击手 因此他为了这部戏做了很多准备 努力健身保持好身材 对待谢孟伟 希望网友可以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解释他的一举一动 也希望谢孟伟未来的事业红红火火 家庭幸福美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